教科書接觸孩子的時間有到兩萬多個小時 所以它事實上是一個可以非常做好淺移默化的一個管道 一個媒介 譬如說如果你有機會去京都或者是什麼北歐 或者漂亮的城市 那回來的時候你在那邊你就覺得 哇好漂亮好乾淨 然後東西很美 然後回來之後你會有一個很大的視覺的落差 那其實開始來做這個計畫 其實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感受 我相信也很多人都有 它不是一個很特別的靈機移動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幾個討論之後 就打算要開始想來思考這個台灣的美學教育 到底有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讓這件事情做得更好 像最一開始我們就三個人 然後其實也沒有什麼資源 然後我們都是讀北本科系的 所以其實要找到設計或是教育的人 不管是請教或是要幫我們設計 其實都有一定的困難 所以這一開始的時候就蠻 就是你不知道哪時候會找到那個人出現 我們在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一句話就是我們想辦法把課本變得更多元 更豐富 那我覺得這整件事情的過程 就是一個豐富孩子對美感生活的體驗 那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你只要看過 你知道過 才有機會從這個上面講出一點什麼 而且素材也很有趣 用畫的然後紙還有腳帶 很多圖片都是用拼貼的方式來呈現的 可能是要讓思想問題 思想的空間看看 我真的覺得這個不太好 最大的感動就是 可能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一個比較純 純敘述面的呈現 就是我告訴你我們要怎麼做 然後理論上這件事情會行 可是唯有看到孩子的反應 或者是他們對這件事情的期待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原來這件事情 可能在實質面上是真的可行 你如果認真投入做一件事情的話 你還是期待它是真的可以發生改變 而不是理論上可行的 今天的講法教育 它一定要在教室裡面 有老師有學生 這才叫做教育 但其實教育它是學習相對 所以什麼時候你開始學習 教育就存在 也就是其實當你張開眼睛那一刻 你隨時都在社會化 隨時都在被教育中 因為我覺得學習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如何引起學生的興趣 然後讓主動學習是一件很重要的 那時候有個孩子就說 這些課本他最喜歡就是他簡潔有力 他不會像以前的課本打看 然後一頁就要塞好幾個概念 或好幾個題目 這次就沒有 然後看起來很舒服 然後他在寫著的時候 其實他覺得很輕鬆 然後也很有趣 這本就是他在設計的時候 他每一個都是不同的插畫師 插畫師跟我合作 所以每一個他都呈現不同的風格 那每一個插畫師的設計 和他自己喜歡的風格 就會讓小孩子看到更多元的樣子 我覺得Keep Walking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是一個公開的平台 那今天他就是有點天下舞蹈館那種感覺 那每個插畫師的計畫 他大部分的狀況 可能都是還是在說的狀況 因為他沒有第一筆啟動的資金 或是他沒有辦法啟動之後 有一個比較好的延續方向 那他可以真的續命 就好像把你這個計畫 繼續走到一個更遠或更好的地方 然後我們希望在未來五到十年之內 台灣的孩子使用的課本 可以有這樣子程式的變化 可是他最大的價值 事實上是在賦予我們這一代人 有自信心去做選擇你所喜歡的東西 有機會可以讓更多小朋友看到更豐富的 美感的體驗或是經驗 那對我們來說 這當然就是一個我們更期待著台灣的樣子 那絕對是我們的夢想 Datu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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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ung.com